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 在大雨治水年代 我们都知道 大雨最大的贡献就是治理了黄河 有一个传说 当时大雨治水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发愁 漫步在黄河边上 这时 从黄河里冒出来一只巨大的乌龟 这只乌龟不仅非常大 更加神奇的是 它的后背上有神秘的花纹 仔细看它的花纹会发现 它的后背被分成了九个格子 每个格子中有若干个点 如果我们把每一行的点数加起来 或者是每一列的点数 甚至是每一条对角线的点数加起来 都是十五 十五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日历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节气都是以十五为一个周期的 而大雨正是得到了这个神规的启示 以十五为周期进行了黄河的治理 不仅仅在古代的文献中有有关幻方的资料 甚至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也屡见不鲜 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些舍得运营传的片段 那是不是真的像黄荣说的不足为奇呢 其实历史上最早研究幻方的 当属南宋的数学家杨辉 我们大家都知道杨辉三角就以他为命名 而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叫做续古摘旗算法 在里面呢 他就详细地罗列了 三乘三 四乘四 五乘五 甚至是十乘十的幻方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幻方除了乌龟上的一个三乘三的幻方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更大规模的幻方 而在西方呢 他们也发现了幻方的神秘 甚至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 叫做忧伤 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角落处有一个四乘四的幻方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四乘四的幻方最后一行中间两格 一个是十五 一个是十四 这正是画家的精妙之处 因为这幅画正好是在一五一四年画的 所以可以看到幻方的排列的神秘 确实是超乎了人类的想象 同时呢 有些人就觉得幻方蕴含了宇宙的秘密 因此在很多的宗教教义中 都把幻方作为护身符 甚至在他们的相关的神庙上 把幻方刻在了上面 那么我们要研究幻方 就首先要给它一个形式化的定义 一个幻方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n乘n的方格 我们要将一二三 一直到n平方格这样的数字 放入到n乘n的方格内 而且要保证在同一行 同一列 以及它的对角线 各个数字相加之和是相等的 那么对于一个任意阶的幻方 我们要去研究它 首先想知道 它每一行加起来应该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来定义 每一行以及每一列 每一个对角线 数字之和我们称之为换和 如果我们用小s来表示的话 对于一个n阶的幻方 我们想知道s等于多少 我们知道所有的数字的和是多少呢 一二三一直加到n平方 我们都会算 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n平方 就应该等于n平方乘以n平方加一除以二 而这个数字呢 正好应该等于n倍的小s 所以换方小s就应该等于 n平方乘以n平方加一除以二 再除以n 自然对于一个n阶的方阵 我们就知道 它的换和就应该等于 n乘以n平方加一除以二 既然对于每一个n我们都能算出它的换和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从1一直到n平方 这n平方的数字都可以放到n乘n的方格里 构成一个换方呢 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看 就看二阶换方 是不是存在一个二阶换方呢 我们如何把1234这四个数字 放到2乘2的格子里 让它横数和加起来全部都相等呢 我们先假设是存在二阶换方的 那么这二阶换方就相当于 我们用abcd这四个数字来代替 如果存在一个二阶换方 那么二阶换方的换和是多少呢 代入刚才的公式 我们算出来是 2乘以2的平方加1再除以2 刚好等于5 那就意味着 我们在这样一个abcd的组合下面 横着数a加b应该等于5 第二行c加d也等于5 斜着a加d c加b都应该等于5 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两个式字进行相减的话 就会有这样一个式字 b减去d等于0 而我们知道 我们选择的这四个数字 1234是不能相等的 这是换方的定义 所以和我们的假设是矛盾的 因此二阶换方是不存在的 但是刚才我们又看到了三阶换方 四阶换方 五阶换方 甚至是十阶换方 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实际上呢 大约在30年前 有一位德国的数学家就已经证明了 对于任何一个大于等于3的数n 我都可以构造一个n阶换方 既然比二阶大的所有的换方都是存在的 我们自然就想 那该怎么去得到一个换方呢 其实杨辉在他的书中就介绍了一种方法 如何去构造三阶换方 他呢 先把123456789斜向排列 然后再将他们的对顶角进行互换 构成了一个三乘三的格子 这就是一个三乘三的换方 但是他这个方法只能适用于三阶的换方 直到17世纪的时候 才有一位法国的数学家 研究了如何来构造更大阶的换方 当然他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只能处理奇数阶的换方 他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实际上想象 我这样一个n层的格子 并不是平的 他像一个可以转的一个轮回 而同时他在摆放棋子的时候 希望每次都是朝着从左下到右上的方向 那么下面我们来拿三间的换方演示一下 下面我们用这样一个工具 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乘三换方的构造 首先算法的第一步 我们要将一放在第一行的中间 这个算法的思路是下一个棋子将沿着从左下角向右上角方向移动 那移动过程中肯定有可能会出了边界 这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理想假设 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棋盘实际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 这时候如果二从一向右上角移动将会出去 如果它是循环往复的 实际上它应该到这样一个位置 因此二应该落在这里 接着呢 三接着往下走 如果它在这个方向上也是循环往复的话 那么三的位置应该在这里 根据从左下到右上的规则 我们发现四从三的位置向上移动会和一重合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如果下一个位置已经被占用的话 我们将这个棋子落在前一个位置的下方 所以四应该放置在这里 接着呢 我们沿着从左下到右上摆放五和六 直到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七要出去了 七要出去以后 循环往复它会到这个位置 所以发现这个位置已经被占用了 因此我们要回到前一个位置的下方 接着我们八从七到右上角已经出去 循环往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以及我们最后一个位置归九所有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八加一加六 八加五加二 任何一个形式下进行加的八 我们都可以得到换核十五 既然我们知道了 基数界换方该怎么做 那么大家自然有一个疑问 对于任意界换方呢 是不是都有相应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只要把换方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数类换方 第二类是三M界换方 第三类是三M加二界换方 对于每一类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算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 给你任何一个N 你都可以构造出来相应的N乘N方格的换方了 但是我们回头看呢 回头看一下杨辉做出来的三界换方 和我们刚才用基数界方法做出来的换方 两个换方一样吗 乍一看 这两个换方的排列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 如果将这个换方翻转一下 是不是两个换方就一样了呢 这是三界换方 我们再拿四界换方来看一看 这边呢 是我们当初那幅名画里面的换方 这个换方呢 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神庙旁边刻画的换方 同样是四界换方 它们的排列 无论你怎么转 怎么翻 它们都不一样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给你一个N阶换方 到底能有多少种不同的构造方法呢 其实换方的技术一直困扰着人们 我们现在知道 二阶换方是没有的 三阶换方 如果认为翻转旋转是一样的话 它只有一个 到了四界 它的基本形式已经有880个了 如果允许它翻转旋转 那么将有7040个 到了五阶换方 大家可以想象 有多少个五阶换方呢 已经有两亿七千多万个五阶换方了 六阶换方是多少 大家已经算不出来了 甚至拿计算机也根本无法没举 数学家经过仔细研究以后 决定了它是在一定的数量级范围内的 也就是1.77乘以10的19次方左右 七阶换方有多少呢 大家对此一无所知 甚至它落在哪个范围内也是不知道的 可见技术是多么的困难啊 那换方的研究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 其实我们刚才研究的都是普通的换方 换方还有更多种的变形 我们可以考虑任意的数列 不需要约定所有的数字都是连续的 同时呢 我们不仅仅用普通的数字 甚至呢 我们可以拿若干个素数摆到格子里面 构成一个换方 有些人还说了 我是横着加竖着加都相等 其实呢 也有些数学家研究横着成竖着成都是相等的 这同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换方 换方如此巧妙精巧 让无数人为之着迷 在1977年的时候 换方作为人类智慧的象征 被宇宙飞船带上了太空 而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 换方这样一个精巧的结构 实际上也是你表达心意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其实在奥运会2008年的时候 有这样一条新闻吸引了我 78岁的农民包中祥 设计出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换方 它是一个正六面体 它的每一个对角线 甚至是它每一个面上横竖加起来 核值都是2008 展开这样一个正六面体 它就像一颗心形 而是心形的每一个焦点 相加之核 剪掉中间的一个值 正好是2008 所以包中祥老先生 花了三年的时间 设计出这样一个完美的换方 县礼奥运会 可以看到 换方 它的发展 可以是充分发挥你的想象 换方里面 内容博大精深 在组合数学中 有很多类似的精巧结构 那么刚才 我们设计的是有关我们中国 甚至是东方的组合数学的发展 大家肯定想知道 那西方呢 在西方世界里面 组合数学是如何起源发展的呢 我们下节课将会深入的展开 我们下节课将会深入的展开